字幕提供 如果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下午的 今天應該會有四段影片 為什麼這麼多 一是還有兩劑 outstanding 我是要說完 一劑 就是有關 美國將會怎樣可以 湊過禁止 香港使用美元 來達到制裁的目的 蘇文宇已經預告說 香港人收到一些 sentioned on official 以外 更強勁的 一些 反制措施 我相信也是很厲害的 其中應該是跟金融有關 另一個就是 有關美軍和台灣軍隊聯合演習 甚至去到 有美國的軍人在台灣演習 那件事 就沒有什麼新聞報的香港 但是那件事是很值得留意的 但是那件事 還是在下午 或者晚上那節才 所以說今天四段 四段很辛苦 不過我覺得 今天就沒有辦法 今天 你現在這個時局動盪 我就要加強服務 好不好 我還沒有計算這個 七一望遠 和 會員版 聖上目 任何都會 要做完的 其實基本上 你是這樣 我一天做一個事情 嗯 嗯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在國安法公佈 沒有我 就 提交了那個 救生艇法案 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 將會是這樣 首先 之前說的 香港問責法 就 眾議院 今天 美國時間 7月1號 進行 Committee hearing 那麼 李卓人 和俄冠 作工 作完工呢 就應該就會 遞上科馬 的 因為美國國會的程序 就是 參議院過了 過了 提上議案 上Committee 然後再上科馬 表決 那現在科馬 表決了 那 就 給眾議院 那眾議院呢 就是 也是 要上Committee 上一次 Committee 那麼 7月1號上完之後 就上科馬 那 應該是 預期期 8 7月會過 然後就被Donald Trump簽署 因為 Nancy Pruosi 已經說得很清楚 是會走Fastrack 好了 那 接下來 這個 所謂 香港的救生請法 叫做安全港法案 是怎樣呢 這個安全港法案 其實某程度上 已經披露了 西方社會 可能會 synchronize 所謂 Live Bowl行動 這個Safe Harbour Act 就不適用於BNO 我說明 因為它是 只適用於 Alien 即是 如果你是 Citism of Peopl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國家的國籍 就不讓你玩 即是 如果你有 包括 我相信BNO 就已經視為其他國家的國籍 所以BNO 就不對 你拿了什麼 加拿大護照 蒲菊護照 那些 那些 那些不對 你拿著加拿大護照 蒲菊護照 麻煩你自己閃開 所以 這個法案 寫得很仔細 其實 那個法案有幾個內容 第一就是 你知道美國申請Visa的時候 就要 表明自己的intention 就是 你是不是想著 Stay 起當地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 Immigration 的intention 即會Stay 起當地的話 你其實 就 美國可以不讓你入境 就是Visa 不讓你 Deline 就是可以要求 refuse to entry 他可以這樣做 但是 這個法案 首先就是 豁免了這個要求 就是 這個是令到 差不多 所有 要 申請政治庇護的人 都 可以 走 可以離開 就是 盡快離開 就是 就算你 你去美國 不回來 他都沒有所 然後 他那個 受庇護的對象 其實 寫得很仔細 我告訴你 就是 中國人要辦事 不容易 因為你要證明 你要幾件事 你被人在告暴動罪 你 被人在告警察 即非法集會的罪名 你 你 參與過FA 你在 現場的 記者 記者都受 under protect 或者是 你 因為你發表的言論 而受 打壓的人 即是你 你知道國安法 你講某些事情 都應該會中招 這些人就可以 申請 庇護 而申請庇護 可以是 美國駐港事館 美國駐港事館 美國在台協會 台北辦事處 或者是 美國駐其他國家的領事館 大使館 美國在台協會 那個是重要的 因為 因為 我相信美國 是有一個評估的 就是 因為台灣的局勢 並不安全 我說明 即是 蔡英文政府 願意接收香港人 當然是好事 但是你不應該 視為 最終的 因為 習近平 我相信他下一個目標 就是入侵台灣 所以美國這個 救生請法案 說 美國在台協會 願意接收申請 是正確的做法 因為這個是反映了 美國對台灣現時面臨的 軍事風險的評估 否則你不會出現 就是 為什麼會有美軍的部隊 在台灣演習 而且是 坐台灣樂軍的直升機 這個解釋很多事情 美國人大概猜到發生什麼事 這幫國會議員 其中一個提議的議案是 Marco Roebio Marco Roebio 是可以 可以接收到很多 智能治療的 其中一個國會議員 所以 他這個寫法 是有充分的考慮的 簡單來說 我看到就是 他已經拿出軍事考慮的 如果是出現的情況 我也會勸 就是 你可以選擇走去台灣 但是 不要當台灣是 Final Destination 千萬不要 這個很危險 我說什麼 肩危險 除非 你打算加入台灣國軍 在中國 入侵台灣的死亡 和台灣共存亡 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如果你打算 以台灣作為最終目的地 因為 中國的入侵風險是存在的 我要先說明 所以 你作為中國人 要像上次 血纖那樣 扮東西 就不容易 他現在不會是 無差別派出簽證出來的 相反 他是有選擇性的 選擇性也很清楚 是真正需要求助的對象 才會給你 如果你現在在美國讀書 但是 沒有參與那些 游說國會議員的行動 我覺得 你可以 你不要想著 好像李子敬那些 如果你是一個藍絲 所以 你想要簽證去美國 我相信你 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 美國的 移民的 部門 一定會問 你在 2018年到 2020年期間 究竟你做了什麼 因為他的法律講得很清楚 是 這一段時間 從2018年開始 到2020年 你究竟你做了什麼 他一定會問你 沒得走 走不走 這個 而且這條法律也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 他有一個特殊要求 就是 如果你是 Citizen Not People Republic 或China 你是 不可以 陳這個計劃 去美國 這件事 基本上 已經 講清了一件事 你可以 預期英國下一步 會怎麼做 英國 就是 英美會分開收人 各自 有共識的 我相信 美國的國會議員 和英國的國會議員 美國是 修的人 如果是 債 People Republic 或China 的國籍 要不就是 只是 有特區護照的人 OK 即 也可能 因為他 超過18歲 未必能夠 受惠於 BNO的平權 任何新的 然後呢 就是 梁天琦 那種個案 因為梁天琦 那種個案 永遠都不可能 或者 任何形式的英職 沒有可能 就是 英國很難做的 那 那個就是 美國現在會接近 美國會接手 現在200人 所以 這個案 很清楚 目標 很清楚 很清楚 不得了 我相信 歐盟 日本 台灣 美國和英國的分工 是很清楚的 台灣 就應該是 部分 議事的最短途 那個中途站 因為台灣 可以 甚至用水路都可以到 但是問題 當然風險極高 你知道解放軍 不知道會發什麼 至少 凶奧的 要過台灣 仍然過到 但是我不知道 遲些會不會截斷了 香港人去台灣的飛機 我不知道 有這個可能性 香港政府是瘋的 現在 接著 日本 我日本是未 不認識的 但是日本我相信 是想吸引一些 年輕的金融專台 有錢的那批人 歐盟和英國 應該都是會收 BNO 那些 有兩個道理 其實 OK 對於英國來說 就是12個月的計劃 歐盟 我相信 它可能會用 它現在 EU Citizen 那個 其實 BNO可以居歐 是有法的 但是我這裏 我一直都沒有在Youtube說 我亦都不打算現階段 Youtube說 但是 歐洲 是知道他們 可以怎樣做 其實他們 應該 稍後時間 他們會 做 以他們應該做的事 OK 就是他們 會出手的 歐洲 也會 也會出手 不是太難 好 他們那個 框架 是可以的 接著美國就是修良的天氣 有了分工 分別人 各自起步 那你問 美國會什麼時候過 因為現在 同時得到參眾議院的同步行動 所以 其實有機會 譬如 在參議院的情況 有可能 今天 7月1號 那個 Hearing Committed Hearing 一拼Hearing 一拼Hearing 如果一拼Hearing 的話 就 過得 其實就已經可以上大桌了 參議院 就要看外加事務委員會 開會時間 但是 我也相信 如果真的 美國要緊急做事 7月 是可以完成的 7月可以完成的 還可以給川普 還可以 因為 現在 國安法通過了 就算英國的12個月計劃 很多人都有一個猜測 就是 為什麼不讓 citizenship 一方面 英國 可能是 灌亡 究竟會不會 中國真的這麼瘋 或者 當特朗普 真的沒有人連任 美國的對話政策 沒有這麼硬 那時候 未必需要用這麼絕的手段 另一方面 就是 英國應該都猜到 中國 其實 中國不會即時生效 國安法 但是 最後 現在 現實 跟英國 預估的 相差 極遠 不單 在 6月30號 晚上11點 香港時間 正式實施 國安法 而且 還要 條文 瘋到 非香港居民 都受管轄 我黃世集 我現在是Youtube 那個 這一集節目 和剛才那一集節目 說得我中了 國安法 所以 我都幾肯定 如果 只要中共不倒台 我都回不了香港 我已經很肯定 就是 基本上 香港 只能夠 是我回憶的一部分 是很悲哀的 我成長的地方 我出生的地方 我成長的地方 但是我現在就沒有辦法回去 就是 完全 就是 自2017年12月 以來 就是回國一次 跟著 沒有回去 我已經沒有可能 再到香港 轉機都不行 這個是現實來的 真的是現實 就是國安法 對 英國就應該是賭錯了 應該就沒有想過 那麼爽 那時候 38條 爽到這樣的地步 遠超於英國的期望 英國就要被迫做事 就是英國 所以你說 今天會不會是四集節目 還是五集節目 隨時五集節目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 Dominic Red 就應該會發表 今天在 Parliament發表聲明 跟著因為今天是星期三 你知道星期三 英國國會議派節目就是PMQ 就是首相答問大會 首相答問大會 應該 Boris Johnson會被迫答問題 如果Boris Johnson答過答案是不行的話 告訴你 你不動他 我相信美國也會動他 Pombello也會動他 因為 其實 就算Pombello不動他 美國的國會議員 一定是全部的 跟他打到秘密封鬥都還可以 因為 你看到很清楚的 他那個分工很分明的 即是 你不能夠指望美國幫你收BNO 如果在英國你怕收了300萬BNO 或者Avalid現在幾十萬本BNO 及其加速 我覺得你唯一的做法就是 如果我是英國的話 就一定叫歐盟落水 我想說歐盟也就是 英國人的Feeder of Movement 大家現在 有兩種英國人可以肯定 就是 Brisis之後仍然會有Feeder of Movement 英國人的Feeder of Movement 一個是 在北外的 英國公民 原因是因為 Good Friday Agreement 另外一批呢 我相信是 Gipota的BOTC 因為Gipota 和西班牙的特殊關係 沒錯 是敵對的 問題是 Gipota的情況很奇怪 Gipota 沒有辦法 因為地勢 有很多人住在西班牙 因為上班就是Gipota 交稅Gipota 但問題是他們住在西班牙 港洲這班人是無可問的 西班牙和Gipota之間 有很多互相依賴的事情 這件事不是很妥的 這件事是不適合的 一定是要給Gipota Gipota 的British 有Feeder of Movement 如果基於這個 框架之下 可以給BNO Retaint 在歐洲的居留權利 作為一個解決亞盟的手段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你可以從事 用Feeder of Movement Permit 的法律作為救生艇 總之 其實背後我編一個簡單的 就是救多少人 救多少人 其實是盡夠的 盡夠的 盡夠的 做到多少人 沒辦法 這次是太瘋了 這次 我只能說 我一輩子都沒見過 這麼瘋狂的發覺 就是 你拿基本法群組 拿來玩就算了 你還要這樣做 那美國出救生艇 我相信出救生艇 是沒有辦法的 出救生艇 你一定要做的 它是叫做 Pivority 2 那個Status 那我相信 大家都沒有想過 香港人最後會變成亞民 也沒有人想做亞民 做亞民不要玩 我告訴你 你之後 現在我批人 都還可以正常地離開 遲多兩個月 可不可以正常離開 我不知道 因為 習近平是一個瘋狂的狀態 他現在是青山狀態 OK 譬如我們經常說CLS CLS 這裏有條CLS 有條CLS的問題 我們說CLS 就純粹笑一下 但是 現在習近平是真的瘋狂的 瘋狂的 瘋狂的 這個不行 這個是很危險 他的做法很危險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的做法 所以 我覺得 其實 如果你明知道 如果你打算去等美國的計劃 可能你先去那個台灣 我覺得是 因為你在美國在台協會 的話會好些 但是你都小心 美國在台協會附近 會不會有白狼的人在搞的 在我眼中 白狼是賣台賊 不接不救的買台賊 還有一些可能是新議安會員 你也知道新議安 有一部分人都在台灣 那些人小心 你小心那些捉聯邦 新議安 那些 在我眼中 其實這班人都是人家 白狼的 所以有位平民人 跟新議安關係很密切 我不想直接說這個人的名字 這個人的名字 不需要再討論 又是國民黨員 又是 我只能說 這個人 你跟黑社會 究竟721沒有跟黑社會割席 我覺得你已經 其實沒什麼資格在 這個異政嚴前 青筋暴現去評論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721是誰做的 香港的黑社會是一定要簽名 就是我721之後 其中一個特徵就是 我是極欠黑社會的 黑社會是必須簽名的 這個人做 但是這個救申請法案 有一件事 如果你看到救申請法案 其實有文本 其實有文本 已經傳出 已經出來 你怎樣去 保留證據 在 你 給你 申請Visa之用 而 不會 中共拿到你的證據 作為 告你入罪之用 這是最高硬度的 這件事 我就勸你 將有關的資料 就是 Telegram 你不要這麼急 刪除你的社會社會帳戶 千萬不要 什麼Telegram 你這麼急 你連證據都沒有 怎麼救你 除非你被黑警捱過 你被黑警捱過 你被黑警捱過 沒什麼事 被黑警捱過 你也不需要 你我所有黑警 對付你的 那些 paper work 那些 paper work 就夠了 但是如果你是 沒有這些 paper work 我勸你 你手機上 你 screen cap 有關的資料 那些 即是對話幾個 然後再放在一個 encrypt 了的地方 你可能encrypt 了手指 或者是把一個 encrypt 了的 雲端的 server 那你不要是中國人 很容易爆的 那些 server 你用這個 方法 去態度 去處理這件事 因為你有機會 要用到 那些資料去幫你 去 support 你的申請 因為他都說得很清楚 例如你是記者 FA 那些 記者容易一些 記者 你採訪機局 那些 你採訪機局總會有 你特別是現場 或者是現場手相機 那些驗商報告 那些總會有 但是如果你說FA FA 比較煩人 FA 最好是有些 對話的記者 是證明你 真是FA 你是frontline 可能有相對另計 有傳媒的相對另計 但是你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想 給傳媒點上 因為太陽險 現在是個局勢 那麼 今天第二節 說到這裡 我不知道今天是五節 還是四節 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 現在第二節 但是我已經覺得需要休息 我醒了之後 就說第三、第四節 OK